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随着他孩子的长大 他的重心会不知不觉的发生偏移 去年我向家人部分出柜了 但是家人反问我 如果他爱你 他为什么还要结婚生子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坚持 但是感情还是到头了吧 这条路我真的选错了吗 这条事情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 很多朋友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采访了两位男嘉宾 他们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他俩的最终做出的决定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他们的案例 希望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借鉴的作用 那在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我把这条视频点赞 好的 接下来介绍今天的主题 我们在一起十年 你今年是多大了 我三十二 三十二 那就是二十二岁跟他在一起的 嗯 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同时他那时候来找我 回去之后他就在车站哭 然后他就说我们以后会有未来的调查 然后就在车站车站门口 车站那个后车厅 然后他就在那边请我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 他没有想要出柜 算深柜吧 你这边有出柜吗 我爸妈提到我这边 年初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爸爸身体不好 然后说有要去结婚的打算 他说是 爸爸妈妈 逼婚 然后他妈妈身体不好 他妈妈有孕倒过去 然后爸爸有在 有在那个角落里面哭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既然我想要去结婚 那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两个人联系很少 然后他就去相亲 相亲之后他又认识一个女生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准备双方家长见面结婚的 然后不知道就是 谁又发消息给这个女生 就说这个男的是同性恋 然后这个女生又去 就去质问这个男生 然后那个发展性的人 也有发展性的人 然后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 其实他家人都怀疑说了 如果说是在你们不行 你们怀疑的话 你们去报警 然后他哥还叫我写了一个保证书 说就是证明我跟这个男生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说我不写 然后后来是他哥哥写的 就是说某某某名字 然后审判证多少多少 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 然后我看这张纸也没什么重要的 现在你们要安心 那我就写好了 我就把那个字签了 签了 我觉得这张纸其实我觉得很怎么讲 就字体五一三代两的一张纸 就越这么写 我觉得越不正常 最上我现在就是他全身不说话 全是他哥哥在那边讲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把你哥哥带过来羞辱过吗 然后我本来觉得那一天就结束了 我因为我没告诉我爸妈 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看到他哥哥 他爸爸 他妈妈坐在我们家里面 他妈妈讲 他说你知道你儿子是同性联合的意思吗 然后我妈说知道 然后他妈妈说 那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我妈讲的也去 我事情我觉得很公布的 我妈说 他们两个人又没做什么坏事 我为什么要拦住他 他也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是很感谢我妈 就能够讲这句话 应该他妈也被吓倒了吧 然后那个男生还跟我讲说 让我等他三年 三天之后离婚 然后再找我 我说我平时还等你三年 说要去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内守情 就是决定不会再跟他在一起 十年然后 这个男生就突然之间 又从你的世界里面消失了 去结婚了 每一段状态他们都对了 就每天睡不着家 然后就会胡思乱想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想说 我世界里面突然之间就没有了这个人 然后我该怎么办 后面我又去看心理生 因为我觉得我实在不能在这个样子 我之前有跟我朋友讲过一句话 我说我依旧期待着爱情 想要去找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至少这个人 我并不一定要去要求他 一定要出会 我觉得因为出会这个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 我觉得至少这个男生 能够坚守到不结婚这一步吧 是在一起多少年了呢 14年 其实我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已经结婚了 也有孩子了 但是我也没有太计较这些事情吧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年龄还比较小 那时候对感情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一个人对你好爱 你就跟我们其他的我还没有想很多啊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是28岁 我现在42 我开始的想法呢 就是觉得 能够遇到一个 比较珍惜感情 对感情比较认真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已经挺难得的啊 就是他对感情是比较认真的 这一点是我很欣赏的 但是呢 我并没有想着就是他能够许莫给我什么 比如他离婚怎么样 我从来也没要求过他这样 我觉得 嗯 我不希望就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 破坏到他原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内容吧 那每个人都有成长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年龄段的一个需求 对吧 所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年龄段的一个增长 我觉得 我其实挺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的现在 在我家人都已经接纳我这种角色的时候 我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跟我共同站出来去面对生活 每个春节或者是需要团结团圆的这种节日吧 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出现在我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对吧 嗯 但是他不可能 每年的这个春节我是特别不喜欢过春节的 感觉 每年过节的时候 我回我父母家的时候可能就回一两天 那时候呢都我自己在我自己家里面去过 那年疫情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辞职 辞职以后离开我现在的这个所在的城市 因为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们俩现在的感情状态怎么样 说不好 你说有感情吧 其实因为毕竟时间那么久了 可能把你的一些生活状态生活轨迹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但是你让我去说评价这个人吧 我真是挺不耐的 挺不耐 就是他现在没有什么正能量可以给我 现在其实我42岁了 其实也也不如中年了 我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其实完全没有 没有想法了 真的没有想法了 用现在的眼光去看 可能我老年生活如果继续跟他走下去 可能还是这样的 我改变不了他 你后不后悔当时跟他在一起走这么多年 后悔啊 我觉得我不会再这种结婚的了吧 因为 因为人的心内容就这么淡对吧 你怎么能要求 要求他把一个核心分个三个二十份呢 对吧 那么可能就本来就十分 那可能如果你有一个家庭的话 他已经跟家里面三六分了 然后他这个工作有两份 那么给你的可能这段也就两份了吧 其实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呢 那嘉宾不止这两位 还有一位朋友 他跟他的男朋友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选择是陪伴他 默默陪伴他一直到现在 那我是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 如果你自己觉得 你把你的时间和把你的青春都放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人身上 你觉得还是值得 那别人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人生 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就好 同时呢 我也想对那些准备跟侄女结婚 准备走进异性婚姻的这些同志朋友说 很多人会说 我不能出柜或者说我必须去跟侄女结婚的原因是我家里非常的保守 或者是我父母身体不好不能刺激他们 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类似的这种理由 其实我是能理解你的这种压力的 这种压力确实很大 就是很窒息 我多多少少能懂 但是我觉得不要拿这个当做你去跟侄女结婚的理由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其实承受的压力跟你是一样的 甚至可能比你还要大 但是他都没有去跟异性去结婚 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社会呢 多一点期待 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比好多年前已经 大家接受度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很多了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坚持几年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条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可以帮我点赞 在评论区可以留下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 或者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觉得需要他的朋友 那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未来我们每周会更新一条彩虹相关的话题 或者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视频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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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